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在中国做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脉和后台。 只要你有人脉,有后台,做什么生意都会成功。 有很多模式在中国可以成功,但是搬到了外国就未必可以。 原因是只要你在中国有人脉,卖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财,包括卖水,买牙签等等。 但是如果你去做一件在全世界有很多人做的事,在外国就未必可以成功。 最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国第一家族,习近平家族的电动车公司在美国申请破产。 这是怎么回事?都知道习近平家族有一个养女婿,是他的外甥女的老公,他的姐姐齐安安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福大牛。 他在美国的Fisker电动车公司担任中国区的董事。 但是因为从去年起,中国跟欧洲因为电动车的补贴问题而闹得不愉快,甚至要打贸易战。 所以福大牛和Fisker这两个名字马上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 结果这家公司在美国申请破产。 详细的情况是,曾经立志成为汽车界苹果的电动车品牌Fisker在6月18日向美国的特拉华州法院申请破产。 这家公司的资产仨值是5到10亿美元间,但是负债竟然达到了10到100亿美元。 原因是,他们的营运在过去三年持续亏损,亏损了接近15亿美元,净亏损是19.58亿美元。 在今年年初,Fisker因为股价异常低迷,所以被纽约交易所摘牌退市。 因为价格太低了,根本有人要,所以不让它继续上市。 结果市值从1亿9千万美元缩水至不到5千万美元,暴跌了99%。 福大牛是这家公司的董事。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叫菲斯克,是知名的汽车设计师。 Fisker的第一款车叫做Ocean SUV,经常出现质量和软件问题,最后搞得要破产。 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教授麦克道菲说, Fisker没有办法掌握汽车公司的关键方面,尤其是软件和设计,所以根本无法经营。 而福大牛是出任Fisker的中国地区董事,而成为了话题人物。 福大牛在英国土生土长,他娶了习近平的外甥女吴亚宁。 吴亚宁是习近平的姐姐齐安安和他的老公吴龙所生的女儿。 两年前的夏天,Fisker宣布在上海建立销售中心。 福大牛被任命为中国董事会的成员。 所以很简单,这很明显就是一单全钱交易。 习近平利用他的养女婿来进入电动车领域,打算奋一杯羹。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庇佑这家公司。 说到底,搞汽车必须要有实力。 就像小米,虽然现在搞汽车看起来还搞得不错,但是人家小米是投了很大的一笔资金进去,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恒大借了那么多钱去搞恒大汽车,结果一辆都生产不了出来,就要破产倒闭了。 中国的三大电动车生产商会小礼,就是会来。 小鹏和理想,这三家汽车公司其实都是巨额亏损,每一家都亏了几百亿。 原因是他们完全是用烧钱的方式来制造电动车。 制造出来的电动车卖一辆赔一辆。 他们的研发成本,制作成本全部都比外国要高,但是他们卖出的价钱就很便宜。 原因就是不惜工本。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补贴,政府愿意补贴的项目他们就去做。 中国有很多很激情的生意,例如做出口。 有很多公司都是不赚钱,但是因为出口有补贴,所以他们就用出口的配额去骗政府给他们补贴钱。 甚至有一段时间在深圳,他们用一大堆空车来来回回。 装作成是出货。 假装跑到了码头去装箱。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纯粹是骗政府的补贴。 100辆空车开进码头装作成卸货的样子。 然后走人。 然后又在外面假装说城市有100辆车的货回来。 骗政府的补贴。 这样的事情不断在重复。 政府一补贴出去,数字上交上去就变得漂亮。 我国的出口又增长了多少百亿。 这就是中国的虚假经济。 插一段广告时间,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多谢。 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以什么投资、外贸、基建等等来拉动。 而是贪污、诈骗和浪费。 这三样可以占中国的GDP超过100万亿,甚至是500万亿。 为什么数字会这么大? 因为浪费的东西你会去研究怎么浪费。 还有就是贪污。 一个三四线城市的医院的各副院长。 从他的家里可以翻出三亿多人民币的现金。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想象。 香港的医生看到这个数字只能够干瞪眼。 人家赚的钱可是数以亿计。 一个名不见经赚的地级市的一个医院副院长, 家里可以翻出三亿多人民币的现金。 还有无数的房产。 可想而知中国的贪污是多么厉害。 简直无法想象。 所以以前的澳门为什么生意会那么好? 因为有大量的贪官跑到澳门去输身家。 输完之后又继续贪污。 然后又跑去赌。 所以澳门才会有如此畸形的繁荣经济。 可以在短时间超越拉斯维加斯。 那现在再来一次行不行? 估计很难。 因为现在大陆也没有那么多贪污的机会。 但是只要你没有底线。 贪污绝对是会没有止境。 因为在以前贪污是基于经济增长好。 然后你从中取利。 GDP有100亿。 你贪5亿。 别人又贪5亿。 如果GDP达到120万亿。 这样你贪100亿。 别人也贪100亿。 根本就是毛毛鱼。 如果120万亿。 每人贪污10亿的话。 那100个贪官就是1000亿。 1000个贪官才1万亿而已。 有100多万亿根本无所谓。 每人贪一点。 但是当经济往下沉的时候。 你贪的那些就不是钱。 不是经济增长的钱。 而是人民的民之民高。 人民的血肉骨髓。 建一座桥要5亿。 结果三天就倒塌了。 如果又再建一座。 中间又可以大捞一笔。 这就是中国的浪费经济。 贪污经济。 作为习近平的外甥女婿。 福大牛在中国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不论是做什么生意。 他们家族做核酸。 他的弟媳的妹妹去做核酸生意。 一赚就是上万亿。 因为全中国的人都被迫要去做核酸。 有一个北京的女人 一年做了1400次核酸。 一年做1400次是什么概念? 一年有365天。 平均一天要做4次。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 在北京初小区要做一次。 回到公司之后。 在公司楼下要做一次。 坐电梯的时候又要你做一次。 到了公司门口又要你做一次。 这样子不就4次了吗? 而且还没有算回程的。 有些地方驱缩地铁又要做一次核酸。 到处都要做。 一个人就浪费了这么多的资源。 而且全部都要花钱。 这些钱一开始是由政府补贴。 后来就在你的医保里面扣除。 中国的钱就是这样浪费掉了。 一场核酸经济。 习近平家族就赚了几万亿。 然后加上疫苗。 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结果造成了全中国经济的崩溃。 你赚了几万亿。 但是全中国的损失是过百万亿。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绝对是一个浪费。 必用损人利己的招数来赚了很多钱。 但是国家的损失更大。 你发的分明就是国难财。 发国难财最严重的是大家一起损失。 但是你却从中间大捞一票。 从中吸别人的血。 福大牛现在申请破产。 其实对习近平没有什么影响。 他可以马上另外搞一家公司。 看中了哪家公司就马上吃掉。 然后派自己人去空降接管。 所以他们无论做任何生意都不会失败。 但是只限于在中国。 在外国的话就要实实在在地打真军。 打真军就要见真章。 我敢断定。 外国的中国公司如果不是有政府在从中补贴支撑。 他们在外国根本就无法立足。 比亚迪如果没有补贴的话不知道要亏多少。 为什么股神要急着去卖? 这么好的价钱不卖就是傻子。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ź、感谢您。 感谢观看